我們第一次來到夜晚 這個鏡頭是翻拍的第五天 因為很多時候來到台北 不單止很早天黑 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天 這個酒店最近的捷雲站 就是劍南路 裡面的房間都很大 之前住過鄰近的太平 沒有那麼漂亮 這個就是在五樓 我們住了一層望出去的泳池 當時太冷了 所以就沒有游水 這就是夜晚的鏡頭 這就是大堂 其實也挺清淨的 最多人都是來吃飯的 這就是check-in area 也很安靜 因為當晚來到也很晚 我們訂房時 可惜沒有 request High Floor 所以就給了第一層的酒店 我們是五樓五零七號室 進去也有個位置讓你脫鞋 然後右邊就是洗手間 你可以看到洗手間也有日式的影響 右邊一走進去就是一個洗手間 然後再右邊就是一個浸浴的洗手間 最棒的是這個洗手間 上面有一個薄薄色的花灑 很舒服的 最不捨得就是這個房間 它也是有一些日式的元素 它是有一張椅子 其實之前去過樓下地爐 它也有一個浸池 之前試過有些不太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職員會跟著你 你換衣服的時候 這次也沒有再去到 這個洗手間也有很齊全的設備 每天晚上每天都會幫你每樣東西 其實都很不環保 這個就是馬桶對住的位置 有些地方讓你擺東西 給你一些毛巾 這個TOTAL的電動洗手間 真的是一流 對住洗手間出來 有個衣帽間 其實這裏放了一個大行李 已經不能再放一個行李 另一個行李就放在地上 隔壁就放在這張櫃上面 你說夠不夠位掛衣服 其實都夠的 是不夠衣架 每人只有四個左右 這就是這間睡房 床其實我覺得是適中 可以硬一點 對於我來說 但是都可以的 你看到其實都很大 很寬敞 裡面的電視 就真的 唯一可以彈的就是 它沒有高清的 以及小了一點 因為考慮到房間這麼大 基本的設備都齊全 有咖啡 有個電鍋 也有個雪櫃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它有給糖 但也沒有給奶 喝咖啡 很奇怪 這方面 我很喜歡這間房 它很滿 它不是隨便連了長節 就算了 所有東西都用了木 再拍一拍洗手間 好 我們那晚 出去了 夜市 走過酒店門口 經過一個APT Mall 外面有很多櫻花 再走去劍南站方向 就是有美麗華商場 當晚我們去了士林夜市 當然還沒回到疫情時間的人流 但其實都不少人 來到這間臭豆腐 都真的是去台北這麼多天 覺得最好吃的一間 為什麼我們覺得好吃呢 因為它真的樣樣都好吃 那間臭豆腐就夠臭的味道 但皮不是炸得太老 很重要就是很脆的 辣醬 都很配合酸菜 酸菜 也不會說很酸 所以整體來說 那三樣的味道 辣醬 臭豆腐的脆度 和酸菜 是非常之適合 所以極力推介 在這裏 當晚 都不用等位 就走進去了 即是比疫情之前 是很大分別 在這裏 bubble也不會碰到 港下的糖 便會承認 每個forme座 是小�裝も 才會帶的 菇 在燒油 每個人一襣 可以放 م fert 3presa 大卡 檸檬和鹽酥 我推薦這個燒得不錯,因為之後我們試過另一檔真的不太好吃 它的膏是很滑和很脆的,所以有機會就來試試 特別的位置就是,不知道為何看到這個 斬野的叔叔可以進入後面賣鞋的東西 不知做甚麼,所以很奇怪,不太明白這個關係 這當然也頗受歡迎,所以我們都排了15分鐘左右 我相信大家都很關心疫情之後 我們看到很多店舖都已經不存在或換走了 很明顯地少了店舖的街道 反而多了店舖就是去購買零售 所以已經可以試試其他東西 如果你喜歡這個頻道,請留言、讚、分享 日二再見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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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